马上就要出发了 又去参加活动 今天一会儿十一点半 我们集合 然后去参加一个活动 到现场我们去彩排 因为平时都没有练 现场去彩排 彩排完以后呢 要到下午四点才演 所以说中间有好几个小时 我就准备穿上羽绒服吧 然后到最后一刻再换上 然后今天呢 把我这个妆 又那个比以前又有了更细化 看出来就是原来鼻子 我是一直画到底 现在呢我是给它这样打个阴影 这边一段这边一段亮 然后包括这个地方 包括这个叫腮红啊 也不是以前这样的扫了 我是凭着在这个地方 就是换不同的方式吧 正在尝试也正在学习 包括这个地方 就是这些细节的东西 都在尝试学习 然后今天呢是圣诞 应该是圣诞春节这个晚会 然后老师要求是穿 灰色和银灰色和红色的晚礼服 我呢就想穿我之前 那个露背的玫瑰花的那个晚礼服 然后我没有就是其他的 就是有圣诞氛围的东西 我本来想戴一个绿色的耳环 黑色红色的裙绿色耳环 不也行吗 可是我觉得不怎么好看 太突兀 所以最后我决定还是 戴上这个红色的吧 另外头发呢 我今天就不想给它扎起来 因为这个 我那个裙子本身也是休闲的 不是那种 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晚装 然后呢 我准备穿羽绒服 穿个绿色的羽绒服 因为圣诞嘛 那我就来个扣提 穿个绿色的羽绒服 然后红色的耳环 诶 若隐若现 也有点圣诞的氛围 现在马上就出发了 然后呢 我决定我还是不带拉杆箱 我也不知道带拉杆箱 能装啥 就是反正我没啥装的 然后呢 我今天决定带一个白包 我觉得 这白包这么一杯 很洒脱 这个是我的风格 我属于喜欢随意的 所以我准备就这样 穿着白裤子 今天外边不冷啊 穿这绒服热了 车上听了一下 那个走秀的音乐 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它这个音乐有点空旷 跟我想象的荒块的 节日气氛还不太一样 所以我在想 那我这头发咋办呢 是不是需要扎上呢 就是它这个音乐 比较适合比较严肃一些 就是那种高冷 冷淡风 它有点适合那样的感觉 看情况吧 我也不知道咋看情况 你说我扎上好了 听下话 扎上 这头是个扎上 我这够了 从这花绿里的 就好 快就完了 扎上好不容易 因为我今天特意洗个头 哇 坏了 我的天哪 这耳花还掉下来了 这豆角哥跟我一起去 我才能去 要不然我一个人不敢开车去 所以我这个活动 还得感谢豆角哥呀 你又穿这个绿的了 给我给你拿那个红的 咋不穿呢 还挺有脾气 每次都穿这个绿的 那个红格衣服多好看呢 不穿 穿哪个今天绿色也挺好 圣诞嘛 这个地方到当趟了 然后这个停车还不知道怎么样 到当趟停车费劲 今天周日 大街上人不多 前方400米处 即将到达目的地 真的啊 没道理啊 怎么人这么少呢 停停停停 多少钱 多少钱 这么贵呢 哈哈 看我这大包 哈克在这里也有 这也有啊 哈布里克 对 是GOOL MUSIC 对啊 是这个地方啊 对 这有重点厂 这也有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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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还露着呢 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 小嫂子还没吓 这是啥人 你往后边还跟着你 是 哈哈哈 哈哈 小婷 你先别哭了 不知道啥情况 一路接吓人一跳 我们魔术队 我是第一个道理 他们在后面 你看找我换衣服 啊 现在先换 哦 这场挺漂亮的 在前面 我就带个小花 我们来太早了 早点了 老师也没来 我永远是最是的 那个 我永远是最是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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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